你喜欢这样的田园生活吗 在这里不仅可以与自然亲近 享受自在时光来获得内心的宁静和满足感 还能够让人们从繁忙的城市生活中解脱出来 从而真正的享受生活本身的美好和意义 上集我们讲到小兰 为了能够让自己在这里过得更加的舒适 准备重新建造一个房子 而接下来小兰就准备搭建房子的木质框架了 只见小兰来到木头堆放的地方 手中握着一台电报机 开始认真地打磨起来 她轻轻按下开关 电报机立即启动 刨靴刀片开始旋转 随着电报机的推进 木屑从木头上迅速飞散 在空中舞动着 小兰专注地操作这机器 平稳地移动在木头表面 她用适当的力度和角度 使刨靴效果均匀而顺畅 随着电报机划过木头的每一寸 原木上的不规则凹凸被迅速削平 展现出光滑而整齐的木质面 随着时间的推移 木头渐渐变得平整光滑 整个场景中也弥漫着木头和木屑的香气 让人感受到大自然的气息 木头打磨好以后 就可以给这些木头打孔开损眼了 小兰手握铅笔 尺子稳稳地放置在木头上 铅笔轻轻划过木头表面 留下了一道轻柔的痕迹 每一处痕迹都代表着 接下来需要开损的位置 在阳光下 木头与标记的胶织显得分外清晰 仿佛勾勒出了一幅奇妙的图景 位置标记好 就可以准备打孔了 只见小兰坐在木头上 手握着凿子 开始沿着画线的位置处理起来 她先用凿子的锋利部分 轻轻刺入木头 找到凿孔的起始点 然后 她稳稳地将凿子对准标记线 施加适当的压力 开始沿着线条向下推进凿子 每一次凿机 小兰都运用准确的力道和节奏 以避免过度挤压木头或过度切割 她小心翼翼地掌握每个细节 保证打孔的精准度和平滑度 随着小兰的凿机 木屑飞扬 木头中渐渐露出一个个损眼 她不断调整凿子的位置 确保每个孔的深度和直径与设计要求一致 凿子五动间 小兰精确而从容地 完成了所有的打孔工作 她的努力和耐心确保了每个孔位的准确性和质量 为后续的木工组装和连接打下了坚实的基础 不知不解间 新的一天开始了 而今天就要开始对这些木头进行拼接 然后搭建房子的框架了 而这也是一个令人兴奋 而具有挑战性的时刻 她先将木头一块块摆放好 然后细心地观察每个木块上的损眼位置 小兰运用她精确的测量合标记技巧 确保每个损眼与相应的凿孔完美配合 而这个拼接的过程不仅是一项技术挑战 同时也是对体力和耐力的挑战 经过不懈的努力 很快小兰就将这些木头完美地组装了起来 而接下来就到了正式的搭建过程了 而这个过程 小兰深深知道 这不是自己一个人能够完成了 所以她拿起电话 叫来亲戚准备一起帮忙进行搭建 经过一段时间的等待 亲戚朋友们都已经到位 而小兰的房子也在她们的帮助下 以肉眼可见的速度被树立了起来 而这个过程中相对来说 还是比较简单的 因为小兰已经提前将所有的部位处理好 现在只需要像搭积木一样 将所有的木头拼接上去就可以了 而为了能够让小兰更快地住进新房 小兰的表哥表嫂也推掉了工作 帮助她将房子的屋顶也固定了上去 小兰在家人的帮助下 已经将房子的框架搭建了起来 接下来就开始着手处理房子的地面了 她先选取了结实的木板 围成了一个完整的边界 将整个地面独立出来 这些木板像是一道坚实的屏障 这样可以更方便水泥地涂抹 在地面围好之后 小兰开始准备地面的硬化工作 她站在房子的空地旁 拿起铁锹 准备将沙子和水泥完美地搅拌在一起 小兰精心控制着铁锹的动作 让沙子和水泥充分融合在一起 形成均匀的混合物 接下来就可以进行下一步的工作了 小兰小心翼翼地将搅拌好的水泥 装到推车里 然后推动着推车 用力将每一车水泥倾倒在房子的地面上 随着推车一车车的运输 水泥逐渐填满地面 水泥运送完就可以进行涂抹 硬化地面了 只见她将金属杆拿在手中 仿佛一个优雅的舞者在地面上转动着 她仔细地涂抹每一个角落 确保每一寸地面都被覆盖得均匀而平滑 她时刻观察着水泥的厚度和一致性 调整刮刀的力度和角度 以达到最佳效果 第二天 房子的地面已经完全干透 现在可以铺设地砖了 她先使用细线确定好位置 以确保地砖的铺设准确无误 然后蹲在地上 开始认真地铺了起来 她的眼神专注 她仔细地调整着每一块地砖之间的间距和角度 将每一块地砖准确地放置在预定的位置上 并保持它们平齐地连贯在一起 当地砖被小兰放置到位后 她使用橡皮锤轻轻地敲击瓷砖的表面 每一次敲击都经过精确的力度控制 使地砖与下面的地面紧密结合 确保其稳固而牢靠 随着地砖的覆盖 地面上的空白区域迅速被地砖所填满 仿佛是一个魔术的过程 小兰的动作熟练而迅捷 她似乎完全与地砖融为一体 将它们妥贴地安放在地面上 地面的模样也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 原本平坦的地面逐渐展现出丰富的纹理和色彩 地面像是换了一张全新的面孔 地砖铺好以后 小兰拿起布子 开始细心地擦拭了起来 在这个充满自然之美和欢乐的乡村世界里 时间悄然流转 不知不觉间 小兰的木屋也基本快要成形了 而今天终于可以开始打磨木屋 搭建房子的墙壁了 小兰将木板摆放到台子上 然后拿起电报机开始认真地打磨了起来 电报机的声音在空气中传播 微弱而有力 一股轻微的震动穿过小兰的水壁 她用稳定的姿势将电报机放置在木板上 随着有节奏的推进 木板上飞溅起逆级的木屑 随着电报机在木板上行径 原本凹凸不平的表面 不见变得平滑而行 很快又重新焕发起了声音 将木板处理满意以后 她关闭电报机将打磨完成的木板堆放到一旁 然后又拿出角磨机开始对这些木板进行第二次的打磨 而这次的打磨不但可以有效地去除木板表面的不平整和粗糙部分 使木板表面更加平整和美观 还可以让木板的触感变得更加细 并且在涂抹完木辣油以后 还可以增加光泽度 增强木板的质感 经过这两次的打磨 用于搭建墙壁的木板就算是处理好了 接下来就可以制作固定木板所需要的木条了 她拿着一块木板 并用墨线在木板上画上一列相同宽度的竖线 这些竖线的目的是作为木板的切割线 小兰使用工具沿着这些竖线将木板进行切割 通过沿着这些切割线进行切割 木板被分割成了许多相同宽度的木条 在完成木条切割的步骤后 小兰现在需要将木条的表面打磨平整 首先小兰选取一根带处理的木条放置在工作台上 并调整电报机的设置 以适应火需的刨靴深度和护 接下来 小兰将电报机的抱床部分放在木条的一颗 并按下启动按钮 使电报机开始旋转 她稳稳地将抱床平行于木条表面滑动 确保刀片与木条表面的接触良好 小兰需要牢记安全原则 遵循正确的操作流程 以避免意外伤害 随着电报机在木条上刨靴 刀片快速旋转并消去木条表面的不平坡和突出部分 这样做可以使木条表面更加光滑 平整 并消除可能存在的凸起 瑕疵或不规则 小兰重复以上步骤 将每根木条的表面使用电报机进行打磨 直到所有的木条都达到了预期的平整度和质量 经过几天的打磨 搭建木墙所需要的材料就全部准备好了 小兰为了能够建造一栋精美的木屋 花费三天时间来打磨木板 接下来就可以正式地搭建木屋的围墙了 小兰准备使用了加层构造的方法 来固定木板和木条 以实现稳定的连接 首先小兰选择四周木梁作为支架的基础 她将木条分别固定在四周木梁的一侧 再使用钉子将木条牢牢进行固定 以提供后续木板支撑和稳定性 然后小兰拿起打磨好的木板 并将其沿着固定在木条上的一侧摆放好 使其与木条平行并保持适当的间距 最后小兰再次使用钉子将木条固定在木板的另外一侧 形成一个加层结构 通过使用加层结构 小兰巧妙地将木板固定在木条之间 实现了稳定的连接 这样的构造方法 不仅可以增加木板的稳定性和耐用性 还能够适应不同需求下的支架设计 在加层制作完成后 小兰为了保证每块木板能够紧密相连 还在木板的凹槽内放置木条 这种在木板的凹槽内放置木条的方法 不仅可以增加木板之间的稳定性和牢固性 还能够使整个结构更加匀称 看出更加美观 当小兰完成了第一面木墙的搭建后 她按照相同的方法和步骤 开始将其余的几面木墙也搭建了出来 在搭建的过程中 小兰还会对已经搭建好的木墙 进行提示的检查 以确保每块木板都连接牢固 防止出现松动 经过小兰不懈的努力 木屋的三面围墙都已经搭建完成 现在轮到房子正面的窗户了 首先小兰将已经开好损头和损眼的木头 摆放到地上 准备进行拼装 这些木头是预先加工过的 经过切割和打磨 以确保它们的尺寸和形状适合窗户的设计 然后小兰开始将这些预制的木头 像拼积木一样组合在一起 再轻轻敲击损眼和损头 使它们紧密连接并形成稳固的结构 最后再将拼装好的木窗立到木梁上 并使用木锤将其牢牢地做好固定 当夜幕低锤 星光璀璨之际 小兰并没有停下工作 而是借着灯光继续投入其中 在将木窗巧妙固定好之后 它开始按照加层的方式 将木窗一侧的木墙也搭建了起了 时光如白居过细 今天又是小兰忙碌的一天 犹如昨日的努力和付出 经过辛勤加班 它已经完成了房子正面那扇 精美的木窗与木墙的搭建 而今天终于到了木墙的最后收尾工作 完成房子的最后一扇木窗和木门 它细心地规划好最后一扇木窗和木门的位置 然后蹲在地上开始拼装了起来 此刻它神情专注 细心地将每一个连接点完美贴合 以保证其木窗的稳固 小兰将木窗立起 然后拿起木锤 按照先前的步骤 将木窗稳稳地固定到木梁上 将木窗和门框安置妥当以后 就可以按照之前的加层构造的方法 将木窗和门框的周围安装上木板 而这里详细的搭建步骤 我就不多做赘述了 如果喜欢的朋友 可以看上一集的内容 接下来就可以制作并安装木门了 首先小兰将制作木门需要的木方摆放到地上 随后拿起铅笔和尺子 轻轻地在木方的表面 画出符合设计要求的标记 它每一下铅笔的移动都是小心翼翼的 确保测量的准确性 它凭借着经验和技巧 精确地在木方上标记出需要开出损眼位置 随后就是在标记好的位置开损眼了 小兰稳定地握住电钻 轻轻将钻头对准标记 它调整钻头的速度和力度 以确保在木方上创造出精准 平整的存力 然后再以这些孔洞为基础 使用枣子对这些孔洞进一步进行修饰 它握着枣子的手柄 用力但谨慎地进行下去 它在孔洞周围有节制的切削木材 以确保边缘的平整 它小心翼翼地控制着力度 避免过度或者不足的修饰 以保持损眼的完美形状 经过一上午的努力 拼接木门的笋头和笋眼 就被小兰制作了出来 接下来就可以着手组装木门了 它十分熟练地操作着木工工具 它从一侧开始 将一个笋头插入对应的笋眼中 然后小心翼翼地调整位置 直到两个木方完美贴合 它用轻轻地敲击和旋转 来确保它们的牢固连接 将每一对笋头和笋眼组装完成 木门开始逐渐成型 小兰在组装过程中 检查门板的平整度和对齐度 对不符合要求的地方进行微调 这样一个由木头制作的房门 就算是完成了 而视频到这里也就接近尾声了 我们下期再见